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卡 歡迎來到新頻道 那麼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在今晚即將登場的 全新地獄集關卡分析喔 那在今晚9點半我們會開直播 跟大家一起挑戰這個新的地獄集 有什麼想在直播中看到的通關隊伍也都歡迎 大家在這部影片底下留下你們的看法 首先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這次的成就 這次成就分別為全妖全暗以及雙隊長是神 那目前想到雙隊長是神我可能會用吃油去直接解吧 那全暗的話可能目前是想要用七大罪團長 或者是露西法這種暗隊去解 那全妖的話應該是金恩跟潘朵拉吧 那大家想看什麼通關隊伍就留下你們的看法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這次的成就龍科以及卡片 那成就龍科的部分呢 這看起來是做給吃油用的一個龍科可以 所受傷害不會使你死亡 不過金石測後發現這一種龍科裡面帶有 不會使你死亡的東西呢 也會受到無視減傷的攻擊影響喔 所以其實這不是真的不會完全的使你死亡 它只能擋下很高攻擊力 並且那個攻擊力是沒有 沒有受到這個無視減傷的影響的 那再來是如果說扣血100%也會直接死掉 所以其實這個不會使你死亡 並不會像是那種天原無卡那種螺旋力 擋死的那種很扯的那種擋死能力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龍科其實是還好的 很普通不一定要入手 但如果說你原本就可以解成就的話 有完吃油還是可以入手的一張龍科 好那來看一下這張地獄級卡片 那這個地獄級呢我非常建議大家一定要刷一張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卡喔 它可以點選一種屬性珠 那會引爆該種屬性珠之外的符石 並且引爆的所有符石全部都變成掉落的新珠 我們舉個例子吧 假設你版面上面只有兩顆暗珠好了 你點暗珠它就會引爆暗珠以外的所有符石 那其他符石呢就會變成新珠掉落 所以換句話說我點暗珠兩顆暗珠 那我就會掉落 額外掉落28顆的新珠 所以其實你只要點最少的那種屬性珠 它就會讓你有最多的新珠掉落 它本身CD6假設你掉落20顆以上的新珠的話 很少有卡片是可以在CD6製造出20顆以上新珠的功能卡 然後這個新珠還會兼具 該種符石還會跟新珠兼具58的效果 所以其實這張卡片是解新珠盾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張功能卡 非常強烈建議大家有玩吃油有玩火隊有玩神族都可以入手 這一張地獄集卡片練一張是絕對划算的 呃所以大家不要錯過這個好用的免費卡 好那再來的話介紹一下關卡資訊 好第一關的話是兩隻小怪 那第一個小怪是蕭柳康越攻越強 第二個小怪是水落化 然後血弱70%狂擊3倍 這邊我可能會先帶走右邊 然後左邊它是越攻越強喔 第一次打18000 第二次37000 一直累推 大概打到第三次應該就受不了了 所以大概洗個兩回的技能就把它帶走 那如果說你呃 是如果真的想吸久一點的話 就留右邊 一直消除水落化珠 這樣子就可以一直洗技能了 好不過呢第二關這裡是星珠盾 那這個星珠盾呢 要消20顆星珠才能帶走它 兩回合消20顆 通常會需要主動技能 或者是龍科的協助 才有辦法解決這個星珠盾 好前面呃第二關算是 最比較難解的問題 好從第三關開始 這邊你的技能應該都好了喔 那第一條血條是 七康 手消七康盾 並且火焰地形這個真的出過了 血量也不算高 所以重點在第二條血條 有三萬的先攻 加上 光暗強化盾 並且電擊符石 那這裡的話 欸也是 這個算技能看起來很多 但是都是很好解的一個 敵方技能 敵方顯然也不高 所以這個 第三關算是 比較偏簡單的一個 呃 陳述 然後第四關 有三個小怪 那有一個小怪 會突擊四千的一個傷害 這要注意 然後再來是七COMBO以上 呃 加上問號珠這個 敵方的技能 所以 等於是 呃 你不能手消火的情況下 又要 處理這個問號珠 如果說你隊伍沒有那種 邊嚕邊出 強化珠的 特性的話 在這邊解問號珠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好 所以在這邊建議 會建議大家 這邊還帶個炸板啊 不然就是把火珠 轉掉的一個主動技能 會比較好去解決 好 拿到第五關 第五關有兩條血條 第一條血條 七COMBO手消盾 越攻越強 隱藏軌跡 好 那主要是七COMBO手消 跟 呃 問號珠 互相加成 會比較麻煩去解 不過敵方的血量也不多 然後第二條血條 是 石化珠 那 加上扣血100% 那 石化珠的話 呃 比較 這邊敵方技能是 落轉珠無效喔 不過還是可以開一些 比如說是還原版面的那種技能 所以這個 也是直接帶走 沒有問題 好 來到第六關 石康以上 那並且 禁消水 三回回復 呃 力歸零 那 石康末以上 現在應該有蠻多 呃 功能卡都可以達到這種事情 不過比較麻煩的是 禁消水 如果說你 以這個水珠為 主要攻擊珠的隊伍的話 就會比較難受了 比如說像是 特哥這種的 好 那這個就會比較難受一點 來到 王冠 王冠兩條血條 第一條血條 水姬轉火木轉火火起手 終死盾 手消火傷害吸收無法控制 那 這個的話 就是第一個不要手消火 就這樣 所以第一條血條 其實就是火珠疊珠 倒沒有太大問題 它本身攻擊力也不高 也打三萬 三萬五而已 那來到第二條血條 打十二萬喔 然後它是 技能封鎖 手消火化血 並且無死盾 無事減傷 那火珠用疊的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感覺 就稍微帶走 十二萬的攻擊力 是有點偏多了 然後 八一的血量也不多 所以其實這次地獄集 看起來是整體 偏簡單 的一個難度 好 那我們在今晚 呃 九點半 會開直播跟大家一起挑戰 這一次 這一週的地獄集 好 結論 懶人包就是 這次的成就龍科 不一定要刷 然後 這張卡片 是一定要入手 非常好用的 轉新珠功能卡 好大概是一個 這樣子的 關卡資訊 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別忘了可以按下 你的訂閱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 就會遞記聲音通知你 我是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